这个道具能让空间变得无限大 大熊家的浴缸成了太平洋 他还邀请静香一起泡澡 妈妈以为大家都疯了 到了夏天 小伙伴们都相约一起去游泳 然而游泳池里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这简直就是下饺子啊 这场面真是一点都不夸张 他们能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都算不错了 泳池里那么几根本就不好玩 大熊只能满脸遗憾地回了家 他原本还想和静香一起在泳池里鸳鸯细水呢 这下美梦全泡汤了 还是蓝胖子有办法 他拿出了空间扩张剂 只要吃了这个小药片 就会感觉身处的空间变大了 大熊吃完后 感觉小小的房间瞬间增大了好几倍 跑了半天才来到蓝胖子面前 蓝胖子又给他吃了个蓝色药片 他这下才恢复了正常 其实房子没有真正的变大 而是刚才大熊产生了幻觉 他虽然跑了那么多步 其实也只是原地踏步而已 有了这个玩意 他们家的浴缸也能变成巨大泳池了 大熊赶紧出门去找静香 半路遇到胖虎和小夫在空地里踢球 因为地方太小 他们也玩得束手束脚的 蓝胖子拿出空间扩张 寄给他们一人一片 吃完后 空地立马变成了大足球场 胖虎和小夫玩得不亦乐乎 然而他们俩在旁人眼中看上去 就像是游戏里砍了棒 不过他们只要玩得高兴就行了 大熊告诉静香 他找到了一个宽阔又没人的大泳池 静香马上回家拿来了泳衣 美滋滋的上门来了 听到大熊说那个大泳池就在他家里 静香还以为他在耍自己 气得扭头就走 大熊又把他拉了回来 非说大泳池就是自家的浴缸 还邀请静香一起跳进去 静香气得把大熊暴揍一顿 再次要走人 蓝胖子追上去解释 静香总算愿意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他脱下了裙子换上泳装 和大熊一起坐进了浴缸里 吃下药片后 他果然感觉浴缸变大成了游泳池 这下终于可以快乐玩水了 这时 妈妈刚好推门进来 看到三人竟然挤在小浴缸里傻乐喝 他是一万个不理解啊 蓝胖子觉得现在的浴缸还不够大 又让大家再吃了一颗 于是浴缸变得更广阔了 现在比游泳池还要大 这时胖虎和小夫也跑来凑热闹 非要加入他们这一缸大家庭 大熊起身去开门 感觉整个家都变得巨大无比 妈妈在客厅里扭头一看 大熊和蓝胖子竟然在原地踏步 他还以为这俩傻孩子又在玩什么惩罚游戏 大熊和蓝胖子跑得气喘吁吁才到门口 等到小夫和胖虎也挤进浴缸里 也给他们吃了两片空间扩张剂 这一群人倒是玩得开心了 妈妈趴在浴室门口下的木凳口呆 难道天气太热大家脑子都出问题了吗 这个画面太美 他没眼看啊 大熊玩得上头 干脆把剩下的药片全都吞了 这下家里的泳池都成了太平洋 他都看不见天气线的尽头了 妈妈切了西瓜招待小伙伴们 大家都开开心心的上岸 只有大熊眼看着大家消失在天气线边缘 他拼尽了全力都游不到对岸 这下算是完蛋了呀 妈妈见他一直不出来 打开浴室门一看 大熊竟然差点就要泪晕在自家浴缸里了 好了 本期问题 你夏天喜欢去游泳吗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 咱们明天见